大家好,我是通关时刻 现在来看我的村庄一个十级的陷阱证 十个飞龙 想挑战我这个陷阱证 哇,勇气可教 来看一下它能抢多少的奖杯 能抢多少的资源 哇,哪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飞龙啊,开一下它能抢多少资源 马上在清边 而且我这条鱼啊,已经是 一点都不肥的了 但是他以为,哦,这个阵阱很好打吧 或者是他纯粹是想玩 然后闯这个陷阱证 不知道处于什么原因 反正掉了18倍,资源抢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则 十个武神,十个法师 以及四个皮卡 开一下它是怎么打我们这个阵型的 开一下它能抢多少资源吧 这里我们有4000黑油哦 4000黑油已经很多了啊 这个玩家,哇,现在抢了1000多 哇,那些黑油全部都在外围 都在采集机里面 哇,这让我搞不懂的就是 英雄里面为什么要下个复制药水呀 这复制 小复制什么 我去,也是个人才啊 他想复制出两个英雄来吗 第一次见,哇,果然 手残玩家果然是欢乐多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复制出来很多小野蛮人 一个小弓箭 那是法师跟蛮王召唤出来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蛮王 加油蛮王加油蛮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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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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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最后一下 我加油也没用呢 已经输了 这还剩三个皮卡 这三个皮卡,看一下它 它想轻边多挽回点面子 能抢多少资源,能抢多少资源 最后失败了 游戏结束 掉了20杯,抢了这一点点资源 我们来看一则防守回放 我这陷阱阵 对面三个皮卡 天女流五级的 看一下它能抢那么多资源 五平地震下手 想偷大文银 来看一下 对面没带够冰呢 皮卡直接下 然后皮卡看骷髅 这里很多天使 没那么简单的 一半的雪了 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皮卡被鸡火苗 哇,还差一刀 可惜啊,没看出来 空手而归